來看到中華射箭隊在光州世大運陸續的傳回解放 總共拿下了一金二銀的好成績 雖然南團跟混雙在金牌站沒有扳倒地主南韓隊 但是整體表現已經是射箭隊 近年來國際賽會最亮眼的一回了 射箭反曲弓混雙金牌站進行到關鍵加設 突如其來的雨勢 我國譚雅廷和魏君恒受到影響 最終以4比5輸給了南韓隊 但這是地主最強組合本屆丟掉最多局的一次 中華隊收下混雙銀牌 當時就是還有一點雨 其實也有差但是我的反應不夠快 那我覺得那隻8分是我自己的失誤 這兩個選手其實在表現在韌性上 我覺得是最大的進步跟突破 以往也許在一開局落後之下 可能就比較容易緊張卻場的情況 在這場混雙的比賽 這兩位選手身上是比較看不到的 南團金牌站對手實力驚人 全場射出12支的10分劍 不過小將只有拿下一點 不過這已經是南韓本屆丟掉的第二點 中華男子射箭隊沒有辦法跟隨女團腳步 站上頒獎台頂端 不能讓他們太輕鬆 或者要給他們一點壓力什麼的 幾乎都是第一次參賽的 第一次就有這麼好的成績 其實算不容易 畢竟第一次 還好就是也沒有很多人給我們壓力 所以這讓我們自然發揮這樣 耐心是射箭其中一項要素 不放棄是運動員必備精神 中華反曲工代表隊屢敗屢戰 終於在國際賽會突破長達10年的零精障礙 他們能夠將自己平常練習的水準發揮出來 那就是這一次主要獲勝的一個關鍵 選手對於國際賽的這一種凝聚的意識 跟這個球賽的意志越來越強 所以面對到韓國隊 我覺得我們選手已經習慣了 不會是像以前這樣 還有會害怕製造壓力給自己 中華射箭隊在光州世大運大豐收 留下一金二銀的好成績 這也是射箭隊近年來在國際賽場上 最亮眼的一回 中華健而終於突破低潮 邁向新的篇章 UDN TV 許家榮 楊韻昕 南韓 光州報導